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窦眼吐欺负 不过在小强的带领下成功逆袭 但是在这个不需要专辑的时代里 黄亚丽又是如何逆流而上的呢 这是我的第五张片 就是大家会觉得时间 小强哥你也知道大家一直在发片 一直都发现很多APP都出来了 就是我们都不需要买唱片了 就是越来越冠冕堂皇的 光明正大的在网上听歌 我就觉得那我在发片的话 怎样可以让大家觉得说 他是一个想要收藏的唱片 所以我才有想到说 把我的生活的那些想法 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放到唱片里 突然发现歌字本呢太薄了 不够用 不够用 装不下 我有一个好创意可以说吗 人家黄亚丽还没有说完 等他说完你再说 等他说完你再说 等一下 我刚刚说到哪呢 你说吧 就是你不是说想让你收藏专辑吗 对不对 你只要把专辑的歌词本做成金箔做的 一定会有人收藏的呀 你买吗 我买 他其实乍一看还蛮可爱的 讲多了就有点烦 想打他你知道吗 你看你看黄亚丽来到这个节目 他不到五分钟就开始烦你了 你要不要反省一下 那我走好了 拜拜 帮他叫车 对 黄亚丽这张新专辑由宇全写序 承载着真挚的祝福 同时宇全发片 黄亚丽也带着满满祝福 却遭到了小强的吐槽 宇全这一次呢 你也知道了吗 结合了很多的产品 是 我看到了 五酒啊 U盘啊 耳机啊 我就问你们两个是要做一个新的电商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发现我们把东西拿出的时候 他已经不纯粹的去说 我们是有纯粹的音乐 我们是爱纯粹的 但是已经不仅你 就是好像只唱歌有点玩不够了 总是想要带一些新鲜的东西来 我跟你讲 宇全也是我发现这么多年 从一个 就是说实话 我认识宇全的时候 这个是小时候了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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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发现他会女时期间 对 他不会一直停留在 哇 那个年代的歌手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以前是哪个年代的歌手 因为每个年代都有他们 相对应的那个好的作品 和他们的想法 这个是你觉得可以和他们这样的学生吗 更多的是就是说 这几位前辈 包括燕姿啊 张上涵 品怪的啊 像何老师他们 就是我觉得他们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 他们如果 不想帮我写 或者是说 实在是很忙 一句话 我就懂 而且他们完全是不需要理由 就可以拒绝我 但是他们 你还想想想说 这几个都是歌手 你全马上就发片了 我这个是商品 说实话它是卖钱的 除了再极尖一点 人家把自己的文字 留到里面 紧接着自己才发片 我觉得这种大气 胖子 你懂我的音乐 这种大气非常的胖子 哇 我觉得 大气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你是有多有钱 你连衣服都没有 你有钱 他真的好讨厌 之前一首歌叫雅丽不怕 对 我们现在就叫雅丽加油 继续加油 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次的节目的合作方 中国移动和视频 以及视讯中国APP 对各位的支持 当然可以各位在手机客户端 来下载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北京市团事委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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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